郭文貴議員 劉先生,你今天來這裡是9月8日,做甚麼? 其實我自從6月16日被西貢區議會強搶了我們的佛院 其實是滅門,我們佛院滅門之後 我們佛院三個負責人都無家可歸 我們60年對我們的先年是香火不斷的 我現在沒有地方去,所以我做了三個臨時的令委 我就在不同的地方,我都會繼續加我們以前每一天做的事 數碼莊香、重慶 以及一起向這個,希望我們這件慘案 希望給多些香港人知道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這件事 6月16日被西貢區議會滅門的這件事 其實紫樓媒好像沒甚麼去報道 所以很多人不是很清楚這件事 我覺得這些貪污腐敗的事 我們應該續出一分力 讓香港人報去知道 和香港政府提出申訴 是的 你現在有沒有地方去接? 沒有 那你哪裏淒身? 我報是麥當勞 坑口麥當勞 是的 那除了你,那是否綜藥率那麼好? 有三個人 是 三個都無家可歸 都無家可歸 為什麼會無家可歸呢? 因為其實我們是 當年拆條禁令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公公單位的 但我們是放棄了 我們沒有要到的 其一 其二就是 我們都是為了我們佛院 好原佛院 去付出 我們去 從事這個 佛教的活動 那我們一切的事 其實都可以說是 都在佛院裏面 我們沒有為私人 去做甚麼安排 你說放棄了公公單位 為什麼要放棄為人 當時我們用不著 是的 用不著 我要來不好意思 即是你那時候 給了一個公公單位來 即是安置了 即是每個人都有 即是我們 其實在拆條的時候 我們有分戶的 其實你合資格那些 就會安排一個公公單位 你可以有公公單位 有居屋 你可以拿免資貸款 是的 就是這樣 我沒有要 我們有三個單位 我們是放棄了權利的 那你 那你 為何會搬去 即是這間 地方的地 其實是在 九六年的時候 應該是說 由九一年開始 到去九六年 就是當年的廣英政府 要簽冊條領 那它那個是 將我們那個 對佛院的安排 對我們國長的安排 是什麼呢 是撥地重建的 所以撥地重建的方式 將我們搬上去 這個 現在的 現在的 法院佛院 就是這樣 就是在舊警署那裏 是的 沒錯 但之後呢 一到九七 當時的地政署就反口 就不 不繼續 撥地重建 這個 這個程序 當時其實我們已經得到 承規會的批准 我們出生圖跡 一切東西 就是爭取地政署 正式把地 批給我們 但是到了九七 他們反口 就說我們是一個 新成立的機構 沒有前科 可以看到我們 有這樣的能力 去經營這個 這麼大規模的一個 佛院 所以就逼我們 不單止削減面積 還有呢 還是接受他一張 一元租約 那這張一元租約呢 其實呢 當時這個 民調處 你也知道我講 他說呢 這個是一個 港英政府 對宗教團 第一個 因出的一個 補償 這個租約其實就是 意味著 是一個長 是一個長遠的一個 安排 這個是其實很正常的 因為你搬遷 我原本有 有我致遠的 你搬我上去 你賠給我 當然是長遠發展 你段段不會告訴我 是用十九年的 又或者是十年 或者是九年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接受了他的租約 那你心裡為何會被迫遷呢 這個迫遷呢 我相信呢 跟這個很大程度 是跟貪污有關係 利益輸送 因為對我了解 我知道呢 就是西貢區議會 他的主席 吳士福先生 和西貢區議會裡面 一些那些鄉新的議員 再和寧實協會的總裁 林鄭財先生 他們私下是一間有限公司的 是用來經營 自己賺錢的 那好了 他拿我的地方 他是說是用來做什麼呢 做一個資料封物 即是封土文物館 其實他做資料文物館 和我們存在在頂領的地方 是應該沒有衝突的 他還說會叫我提供地方 給我們去搬遷 甚至乎在我們的佛院附近 那你既然可以在我的佛院附近 我就很不明白 為何你一定要搶走我們的佛院 這個一點都不合邏輯 但其實我只要看他們 就是現在我為何會牽涉到寧實協會呢 因為是唯一一家機構去申辦 這個所謂的歷史蜂蜜本 就是正正是寧實 寧實曾經有記者訪問過他 林鄭財先生就說 其實他不想做 只不過是不知為何 林鄭財先生就叫他去做 那他就去做了 但是還有一個是 我覺得是很悲哀的 因為林鄭財先生是基督教 基督教 起碼他們這樣做 他們犯了第十屆 裡面好像第十條 你是侵佔強搶他人的防災 但是他們竟然都繼續做下去 還有一個問題 我自己去了解 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他們完全是黑箱作業 還有就是 我們是一個 我相信他們是違法的 因為 他應該違反了這個 基本法對我們 九七前後 土地契約 對市民的承諾 那你有什麽 有什麽合數 為了你 有什麽 有什麽 可以申訴你的 冤成 其實 當然 看此 門路好像很多 但很多 譬如地政署 民政署 或者ICAC 很多我都去過 但現在 起碼 唯一比較安慰少少 就是 申訴專員公署 他應該初步是 應該是 接受了我們 提出的申訴 但是 但是 希望 我現在是努力 去做這個 法律的程序 和 亦都去向 藉手 遞個術 那麽樣 那你有什麽 副儀的政策 香港 告訴任何人 知道這件事 只是這樣 我希望 第一 希望 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留意 關注這件事 因為這裏是第一件事 是牽涉到 區議會的貪污行為 利益輸送 我發覺他們 區議會的權力很大 大到不可思議 那另外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好像我說他們 他們對我們 袁拔院這件事 他們是 殺人放火 謀罪害命 已經去到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希望 我們香港的市民 可以認真關注一下 是我們抗日的烈士 我們 辛亥革命的烈士 這些鮮熱 因為 假如沒有了抗日烈士 我相信 我們不會有中華民族 我們今天的幸福 完全都是抗日的烈士 幫我們爭取回來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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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